難怪剛才各國港姐 講了很多細節上面的東西 我比較年輕一點 那些細節我通常都沒有知道那麼多 我想講一些大圖像 但是在之前我想講一些故事 剛剛我就在中環過來 如果大家有看報紙 知道其實全世界都好像搞到火龍火龍 說這個占領華爾街 一班人基本上住宅在華爾街附近的街道 之後就賴死不走 之後就做一些抗議行動 現在蔓延到其他地方 今天香港都有 我都有 這些就是今天那些打印 我都在頭上那些 寫著反對資本主義 但是現在我不是想講這一點 我想講就是我明明是之前在那邊 但是為什麼我要過來呢 關子就是在那邊先 我就開始講這個 大家記住這個問題 因為非常重要 我少少補充 因為其實剛才Potmy都講過 一些關於現在 今次施政報告的政策 就是房屋政策的一些問題 我想做一些類似總結的事情 或者 highlight 或者點出一些比較重要的要點 首先第一就是新高屋 我直接講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是有意思的 他真的買得起 當然了 其實這麼多年 幾年都只有17000個 每年5000個都不夠的 其實真的好像中落後菜那樣中 你說是否真的解決到他們的問題呢 當然不是啦 還有就是說我們都要計算一條數 好像是便宜了 百五萬至二百萬 四百尺至五百尺 但是想清楚 譬如說我們現在講基層住屋素養 我們不是說一個要找六七奇的東西 那些人 譬如你想像普通大學生畢業 五萬多元 甚至又比這個價格 這個人工更加低的都非常之不出奇 入息中位數現在是難以的 但是我想一下 我都特意讀過基計的那條數 百五萬的樓 好了 我萬五元人工這樣才算 我省一半 我當我每個月拿一半來供樓 計回食 都要供成20年 2.5厘這樣去計 就是那些數 自己回去再按計數機再計 你想像如果加息的話 那個問題才會更加嚴重 其實大家可以進入一些思維 這個我慢慢都會再講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些什麼東西呢 買東西要買二十年 二十幾三十年才買到 正常我們吃飯給錢就買了 為什麼有些東西 我們要花幾十年的人工 還要不是少少 是要花很多很大部分的價錢 我賺多少人工給他 吃完剩下大部分的錢 其實就是用來買樓 其實是要這樣 現在新居屋擺出來的圖像 都是繼續強化的 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的有用呢 還有都是講實際一點 我都說我賺一萬多元 你說你建新屋出來給我買 說解決我住屋需要 這是不是路 我直接說 新居屋需要如果說 如果是針對基層住屋的問題 那就是浪費 更正可以解決到 很明顯就是公屋 所以這是今天論壇主題的所在 我們見到很多奇怪的說法 是完全迴避這個問題的 很簡單的數字 都是不厭其分一切去重複 因為政府實在說太多謊 十五萬輪候 還有十五萬輪候 每年起萬五個 小學一年班 三年班都會除數 一除就十 什麼三年 即是你說謊 是不是講到這個地步 這個數字怎麼得出來呢 其實就是不算單身人士 不算單身人士的情況下 大概可能可以平均三年上樓 三年上樓和平均三年上樓不同 如果你要派了五年都未到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快點上樓 所以除了還可能是三 有很多奇怪的說法 但是我不管那麼多 總之就是你見到 這個是很明顯我們見到的 如果說有三年上樓的說法 那個是假的 你有排都不用排 但是我還要說 這個只是說現在合資格 可以住公屋的人 比如說如果有人用單身人士來計 入息上下就是九千二百元 但問題就是說 說真的 有很多人 賺的人工可能是給這個數字低的 的確是的 但事實上我都說很多人 不奇怪 賺萬多元 很多人都是賺這個價錢 那些人的住屋需要怎麼搞呢 居屋又不到他們住了 因為買不起 居屋又沒得把牌子 那怎麼辦呢 這些人其實是很慘的 還有問題就是恐怖的數字又來了 你猜一下香港有多少這些人 沒結婚 不是在家庭裏面 是單身的 因為政府其實沒有具體公佈這些數字 但我們基本上計算過 保守估計 三十幾萬人是沒得走的 你想清楚是三十幾萬 就是說我的說法 全香港一年加起來 這麼多遊行都沒有三十幾萬人 那些人其實是有一個非常龐大的群眾 而政府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裏面 它維持萬五的興建量 那就是完全沒有處理那些人需要 居屋輪不到他 公屋這樣又搞不到的 那他們其實是連報到 其實是連申請都沒得申請的 就是申請了都很久等了 當然是 那這些人那怎麼辦呢其實是 所以當我們說公屋十五萬的時候 好像說很多 其實還有超多的潛在的需要 就是那個數字大到離譜 那這樣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那就是你看到 你到處看看 沒有人睡覺 就是很少人睡街 有的 現在是有人睡街 是因為真的 租不起樓睡街 是有這樣的人存在 不是乞丐 不是說最窮到地底來的人 那些人不是的 那問題是怎麼算呢 政報告都有幾個方法解決的 是 又講過青年宿舍 大家都想一下 究竟靠慈善團體 起了多少青年宿舍 五百 一千 我猜不到這些數 但是還有一個方法 劏房就是 大家都見過 報紙都說 住劏房多慘 見到這麼慘的例子 可能我們會覺得 這些可能是個別例子 有些人很慘 我們通常看一些慘的事情 就是這樣 覺得很少人 其實只有個別例子 但是大家想一下 其實呢 我剛才講到描述那些人 如果他們要不就跟回家住 我到時未必想跟回家住 又沒結婚 可能有個女朋友 那怎麼辦呢 我唯有就是住劏房 其實你想想 那裡有幾多人 但是劏房 大家見過的照片 九十呎八十呎 幾千溫一個月 唐樓走六七層上去 還要隨時有危險的問題 其實都很誇張 當然啦 我們現在都幸福一點 沒有以前板間房 龍屋那些那麼慘 但是都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拿那些來比 就覺得我們很幸福 這個不合理 那些都是一些 都幾差的生活的場景 政府在施政報告裡面 說什麼呢 這次就是說 你都猜不到 雖然劏房都有幾多問題 但是呢 其實它是 解決一些社會需要的 所以不應該一多次取提 就是針對一些那麼危險 和那麼差的居住環境 這個就是施政報告的回應 其實是很實在的 就是你看到就是說 因為它不想棄工 其實那些人根本就是要住工 你說萬多元 你怎麼找幾千元 買樓就不用說了 買樓就買不起了 怎麼都 其實問題就是 一下就選租劏房 那有什麼理由 花幾千元 租一個幾十尺的地方 轉個圈都沒有 有些朋友上來打麻雀 都不夠位 開張麻雀台 就是 政府的解決辦法就是這樣 就是 什麼叫劏房 所謂解決的社會需要呢 就是 這個社會需要 其實是政府做出來的 就是 那些樓就貴要死 無論租又貴 買又貴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些人是沒有屋住的 於是 就只能夠給他一些很差的房間 給他住 這個就是劏房 這個也是為什麼政府 要認可一些這麼差的 居住環境的原因 所以 其實施政報告 今次的施政報告 其實是很變態的 在面對這個居居 即基層 住屋需要的問題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想說 剛才說的就是 基本上 基本上是大概的情況 我想說清楚 這個其實是一個局 來的